欢迎走进海军美食 今天做一个好吃的半汤面小油饼 看一下,要多柔软有多柔软 大盘中加入400克的普通面粉 放入0.5克的小苏打 起到蓬松的作用 我们先用200克的开水烫一下面 边倒边搅拌 再分少量多次的加入100克的凉水 继续搅拌均匀 搅至均匀后 揉成面团 这个面因为水分特别的充足 刚开始揉有些粘手 我们只需要简单让它成团即可 盖上盖子,饧上15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继续把面揉匀揉光 揉好的面团直接移到案板上 直接搓成长条杖 下成均匀大小的三份面剂 接下来我们把每个面剂 直接搓揉成圆形 拿过第一份做好的面剂 用擀面杖 擀成圆饼状 因为这个面用开水烫过 所以特别的好擀 擀成圆饼状 面饼的表面 涂抹少许的油 涂抹均匀 再撒一些干粉 增加饼的层次 还能吸一部分油 这样捞出饼 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 从边缘处 我们给它切上一刀 从切口处卷制起来 大拇指放在圆形点 继续往前卷 然后我们给它捏边缘 防止露出油 这样感知的过程中 这个褶皱不容易开 把层次推进去 边缘处收口 大头朝下 按压扁 一个面剂子 就制作完成了 做好的大面剂 直接压扁 擀成圆形大饼状 这样就可以了 平底锅或者电饼铛 预热刷油 放入擀好的饼皮 饼的表面也拎少许的油 锁住里面的水分 盖上盖子开大火烙 烙至饼饼铛的周围 冒上热气 这时候我们揭开盖子 看一下饼已经鼓起来了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转动一下饼皮 让饼收热更加均匀 烙至底部变成金黄色 再次翻面 看到饼的两边都变成金黄色 看一下这饼的柔软程度 特别的软 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半汤面小油饼 您学会了吗 特别的简单 表皮酥脆 那里特别的柔软 掰开一个 我们看一下 一层一层的 喜欢吃家常饼的 可以按照海娟这个方法来烙制哟 保证您也能烙出 好吃又多层的小油饼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再见